大家好 大家好 最近呢 频频都被刷屏的是那个香港的 香港的事情 香港818又有大游行的嘛 他这个游行是叫流水线游行 后来我一查 这叫什么游行呢 流水线游行啥意思啊 哦 真明白了 就是说原来那个聚会地点呢 装不了一百万人 一百多万人 好像一次呢 只能带个十万人左右 然后呢 先让这先进去一批十万人 然后游行抗议一下 然后他们撤走 再进来十万人 就流水线市嘛 抗议 这次的话大概是一百七十万人 还是一百六十万人 反正是超过一百五十万的 这么多人 香港一共才七百万人 我说香港除了那六七八十岁的 估计年纪太大了 在家里面 还有二十岁以下 还有那个叫什么 十五六岁以下的 这小朋友 那我看香港基本上能动能走的都出来了 年轻人 至少年轻人 香港年轻人肯定都出来了 二十多岁左右的 肯定是都出来了 一百多万人啊 什么概念啊 818 818 不得了 香港是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句话 2019年 这次叫反送中运动吧 当然他现在的运动内容 已经不仅仅包括这个反送中了 他已经更高层次的有一种像民主运动 原来反送中那个反修例就是一个事情嘛 就是说普通民众发起抗议 说你把那个撤回了 大概就完事了 但是现在呢 已经上升到普选 上升到民主 就民主 要征求民主这个高度了 那就成为一个一场民主运动 应该说在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上 上述首次 好不夸张地讲 香港这个地方从184到年 当时在南京签的南京条约 就是中国跟英国签的嘛 在南京条约说那个 隔站什么香港岛 我不知道是香港岛还是九龙岛 还九龙 反正就那几个地方嘛 先隔站一点点 后来根据后面的跟英国的条约 又把呢 新界啊 就是说香港岛再往北的几个地方 新界九龙也划给了英国 好了 香港一百多年 就真没搞过这么大运动了 我现在我回首一下历史 你说这香港这个城市啊 它本来就是移民城市嘛 在清末 叫那个叫清末 民国建立的时候 大量的黄秦国际啊 就清朝那帮人啊 为了逃避战乱跑到香港 后来呢 奥战抗日战争 又有好多人跑到香港 后来内战 国共内战 又有好多人跑到香港 然后就是什么大鸡荒啊 八九六四啊 又有好多人跑到香港 所以香港它就是一个 真正的避风港和移民城市 就这城市啊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的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 真正的 独立的 叫 共同体 就这么说吧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 真正的 独立的共同体 它还是一个 相当于叫 富足的一个城市 它没有成为一个 独立的个体 成为一种 叫文化符号 或者说 呃 怎么说 它不像台湾 它完全不像台湾 所以有人说什么港独啊 我觉得港独是不可能的 因为香港 它过去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下面的一个地方 而现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别行政区 特区 它又是下面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这个香港 它从来没有过 说香港人 香港属于香港人 从来没有过 它的一百多年历史 从来没有过 包括九七年以后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 香港人真的成功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那真的是香港 这个 这座城市 叫成人礼 就是说 这个城市 它长大了 只能这么形容 如果这次 它那个民主运动 它成功的话 因为我现在给我的感觉 习近平已经不敢动武了 他肯定不敢了 香港 香港人民这个抗议 它成功的可能性 越来越 越大了 一旦它真的成功 那简直 那香港第一次 成为了香港人民 香港人的香港 第一次啊 原来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香港哪里是香港人的 香港是香港 是英国派个总督过来的 后来那九七年以后 那北京又派个 派个什么中联办过来 然后北京又把香港的那些大富豪 都给你收买了 相当于你们香港人 政治上听中联办的 经济上听了几个大富豪了 就 所以放假才会炒得这么高啊 但是现在 如果 双普选 普选真正的来了 民主真的成功了 香港就真的属于香港人了 那是真不得了 在中国境内 第一例 中国境内第一例 第一个城市实现了民主 那简直 那说实在 我我不是吹的 你香港就要 就真的要改写中国历史了 你不是跟你开玩笑了 就这个如果一旦成功 那它的历史意义 就是中国历史五千年 一共 有两次 例子书上写到香港 第一次1842年 叫鸦片战争 讲到了香港 第二次1997年 香港回归又讲到香港 我估计例子书上再写 就要第三次 就是澳年19年 估计就要写香港了 那真是不得了 那真是不得了 你想想你算一下台湾 台湾什么时候 中国的历史讲塌了 历史书上啊 关键节点啊 加武战争 1895年 欠了什么什么条约 马关条约 把台湾搁给香港 好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1945年 日本投降 中华民国接管台湾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中国历史书上写到台湾 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 就像蒋介石逃到台湾了 这是第三次 第三次中国历史书上写到台湾了 如果你要问 第四次中国历史书上 中国的历史书上 再写台湾 那是 那是什么时候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只要 中国的5000年历史书上 哪一年写下一笔 就写一行字 比如说1949年 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 在中国历史书上 就这一句话 1895年 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 所以我估计啊 再过个几年啊 比如说2025年 2030年 突然之间 历史书上写部书 写了一句话 比如说2035年 共产党 共产党 叫共产党 攻打台湾 然后什么 共产党 灭亡 这 真有可能 真有可能 我觉得 真有可能 不是跟你开玩笑了 有的时候 就是你不经意间 那个小人物 他就能改变历史 你不经意间 那种小的事件 他就能改变历史 这你不服不行了 你像那个 918事变嘛 918事变 那是怎么搞出来的 918事变 不是日本天皇命令 说 关东军你给我干 也不是日本军部 大本营发布命令 下面士兵给我干 不是的 是下面什么年队 那个血系方刚 跟个傻逼一样 奋青的 那个日本军员 把衣服都给脱了 上身一脱 然后直接冲进 他没有拿枪 直接冲进了 就是说 张学良的部队的军营 士兵先干了 士兵先去了 卖相当于泄斗了 干完之后 上面一听说 打仗了 然后 然后那个天皇 包括日本政府 就被迫 遵从了这个军人的这个意志 这是918事变 我再说一个 77事变 77事变也是 就是小人物 他就能改变历史 你不要 那最后 他包括那个叫 偷袭珍珠港 也是的 那小人物就能改变历史 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当时前方的舰队 司令官好像是南云中医吧 还是什么人 什么将军 他要发 原计划要发起三波空袭 空袭这个 珍珠港 结果他只空袭了两波 到第三波 他没空袭 这个南云中医好像是中将啊 他说我们就撤回吧 就回家吧 就这一决定 改变历史 因为 日本当初 第一波 他就先攻打 先炸那个军舰 第一波空袭 先炸军舰 把那些什么军舰都给你炸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顺便看看有没有机场 给你轰了 第二波是什么 第二波攻击的不是军舰 第二波就是主要炸机场 炸那些工厂 机场 那日本第三波 那空袭他要炸什么 第三波炸的就是油库 他第三波他要把那个 这个这个夏威夷啊 把那个油库啊 水库啊 反正 反正是生产资料了 就是那种 矿产资源了 能给你炸的都给你炸了 就 第三波他妈 结果南云中医啊 放弃了 当时他可以命令 再炸第三波了 要是炸第三波 那他妈 那夏威夷就完了 那夏威夷整个就完了 只要把他油库一炸 整个夏威夷就翻上天了 就就直接炸上天了 对不对 你再把那个什么夏威夷 什么水库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水库啊 反正他们都整好炸烂了嘛 你要把你的水源啊 都给你都给你祸害了 对不对 你这一弄的话 什么发电机啊 发电厂啊 水电站啊 不是水电站 发电站啊 全部这些基础都是全给你炸了 我的天 我抵三波要这么一炸 那完了 那夏威夷绝对完了 那奥战就止不定了 所以说 在历史中许多小人物 当然南民中医这种将军 在历史来看 他也是个小人物 一个普通的决定 他就能改变历史 这个反送中也是的 我相信香港人一开始他去反送中的时候 他不是说我要什么 我就啊 双普选 我要民族 我要跟那个北京对着干 他不是的 他可能一开始就是说 哎 我就反修例 不要修这个反送中 我要反送中 不要让这个寿终通过 他就这么简单 可是 随着警察的 不断的暴力升级 香港人民决心了 香港人民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他内心的这个怒火啊 被点燃了 而且香港人很非常团结 他什么 在各大报纸上 登广告 G20那时候嘛 集团体 嘎 登广告 包括什么宣传啊 就是都给你整得非常好 非常好 尤其是互联网 你看看这一次 香港这一次运动 互联网世界天天都在爆 证明什么 证明香港人非常有智慧 他们会用网络这个工具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可是中国大陆没法具备的 因为中国大陆他没有那个 他有防火墙嘛 所以 这一次反送中 或者说这一次民主运动 2019年的这个民主运动 将会是香港的成人里 就说香港 这个地区的人吧 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人 以后 可能就会光荣的说我是香港人 一个就可以光荣的讲了 就想说我是香港人 因为他有这个独特的这种认同 城市的认同感开始形成了 在这种血与火的碰撞中 香港年轻人这种城市的认同 或者说共同体的这个意思 急速上升 以后就是肯定到处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说我是香港人 肯定的 肯定的 这就是香港的成人里 这一场温度 啊 我也想祝福香港啊 有人说香港怎么样 经常有人跟我讲啊 香港以后你就想香港乱 怎么样 香港我不想它乱 我想它自由民主 香港人现在 那有人经常会经常五毛会讲啊 说中国穷所以不能搞民主 那我问你香港人要不要搞民主 香港不穷吗 你要说香港穷 那我觉得地球上好像没几个国家富了 你要说香港穷 那地球上就没几个国家富了 你要说香港人不适合搞民主 说因为穷 那我是不能接受 然后你又说香港人多 香港人不多啊 经常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 又什么 中国人多 那你说香港人不多啊 香港人才七百万 人不多啊 还没上海多呢 凭什么香港不能搞民主 是不是 有人说那经常会讲中国人不能搞 中国人数字低 香港人数字不低啊 从学历上 从文化程度上 许多香港人 我看到年轻人讲了好多都是英文 那简直就是 给我感觉就是很标准的英文 它好像没有多少口音 哎呀我就纳闷了 新加坡的英文啊 一听 就有一点 就一听就是那个位的 包括包括那个 还有印度人说的英文 就另外一个位 可是香港人讲的英文啊 就跟你感觉跟美国一个位 你就没发现 就香港的英文 它不是英国的英文 它是美国的英文 就我一听呢 包括那个林郑月娥 这个王八蛋啊 林郑月娥还有那个香港的学生 接受采访啊 讲的英文啊 我一听我就感觉 他们用的是美式英文 美式口音 好了 拜拜 所以 有人说香港是中国的 我承认香港肯定是中国的 按照你现在的法律 国际承认的都是属于中国嘛 但是它必须是自由的 拜拜 我也希望有一天 中国人也能像香港人 大陆人也能像香港人一样 可以游行示威 可以不用翻墙就可以看我视频 所以啊 我只能说这么一句 香港的年轻人跟我一样大的年轻人 你们了不起 你们了不起的 真的是厉害 拜拜